第一个你要了解 中共为什么一定要打台湾 他打台湾有没有说过说 为了台湾老百姓的幸福 最大利益来打你 没有 从来没有讲过 这些话是美国人讲的 美国以前民主共和两党 关于台湾的解决方案都说 一定要尊重台湾民意 一定要照顾台湾的人最大利益 美国人讲的 中共从来没有讲这样的话 他说这个国际化社会 那么你看这个就知道 为什么他要受贵 其实无关领土 无关这个什么民族复兴 他是要图谋世界霸权 怎么说你看 这里面 他攻打台湾理由之一就是 台湾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 他一直说以前满清领土 我是满清继承人 所以满清领土也是我的 好了 那你看 你看这个满清领土啊 原来有这么大块 这是1820年的僵域 后来陆续说割让掉 北边这么大块的红色地区 就割让给各国 台湾割让给日本 OK 那请问呢 他过领土 他这些这么大块的都不要 一生也不肯 偏偏要台湾 为什么 因为台湾地位重要 他把台湾拿下来之后 就跟迈克拉斯讲 台湾是不成的航空母舰 他拿在这里做不成的航空母舰干什么 跟美国争霸太平洋 所以我有一些跟大陆讲说 你们日本人在哪 台湾干什么 啊 战略地位重要 战略地位 战哦 跟谁战 美国战 所以中共一直要把他拿下来 是要跟美国战 把你这里战的不成的航空母舰 那你想看你台湾这些人 你想的跟他想的完全不一样 你再说我要民主自由 他说对不起 这边是战舰 你老百姓你通常给我滚蛋 你就是这样子 所以就留导不留人 对 他要只是台湾 这个战略地位的 这个不成的航空母舰 董事长你在讲说 我在想说 为什么每次都讲说 不可分割的一副分 那外蒙古怎么从来都不去 想要把他拿回来 对 对不对 上面外蒙古那块很大 大级了 这一块大概有一百 五十到一百八十万平方公里 我们只有三百六 所以这是他的目的 你要了解 他就是 你讲了多少年了 所以像赵丰康讲 我想不通常为什么要打台湾 我说你不要想好不好 你看你好 你听就好 OK 他为什么很清楚 他扩张这个地盘 对不对 就这样子 那你 他拿到你的目的 是来把你当成 最前线的战地 会给你带来什么 对不对 坦白说 今天台湾人不抵抗中共 那你等于说 明天帮中共抵抗美国人 要向哪边 之后敌人变成是美国就对了 对 要向哪边 那么中共要争霸太平洋 上一世纪日本试过了 惨败 你现在就跟美国争霸太平洋 你一定惨败 对不对 那你这个最后我们是变炮灰 所以守住台湾是我们的利益 也是全世界共同利益 现在大家都讲得很清楚 不然会美国说 你打台湾我就打你 川普说你打台湾我就炸你北京 为什么 因为大家知道你不要搞 你搞的是对着我来的 美国不会那么傻 所以台湾要知道 你要为了自己的民主自由 你要对抗中共 重要中共全世界支持你 你支持你太明显了 你为什么自己不支持自己 那么有人说我打不过中国 打不过中国不是要你打 全世界的打 因为这个东西 台湾有很多有利的事情 大家都不知道 这个为什么台湾跟中国能够分开 从1950年开始 美国杜鲁门总统宣布 发表了台湾海峡中立化声明 于是第七战队开进台湾海峡 从1950到现在 你看几年了 74年 74年两边富不隶属 那你就遵照美国政治好了 两边富不隶属 你不要去搞什么统一 那这个现在 世界还认为台湾应该维持中立 国际公海 你看最近还有欧洲的军舰 什么样的 前两天还有加拿大的军舰也过去 大家都在宣说 这个地方是世界公海 那大家都来捍卫这个中立化 你自己台湾不捍卫 你的脑袋想什么 全世界帮你的头 你最怕 人家伪造文书 把你的房产改成他的 你不抗议 这时候大家都会支持你 不抗议 你还说我们一家亲 没关系 今天大家你抗议 警察会来敲他对方门 你伪造文书不行了 你现在不抗议 过两天警察敲你家门 你侵占人家的房产 你要搬家 你要选择哪个 董事长你现在讲这个 我想观众朋友能理解 如果你原本对这个议题 没有那么深入 刚刚董事长深入前出讲完 你就懂了 为什么我们必须这么做 为什么必须要建军备战 为什么必须要强调 我们是主权独立 你不能让国际认为 我们是一个内部的问题 何况中华民国是1912年就成立 中华民国是1949年才成立 怎么会他是我们的祖国呢 这是办不到的事情 赖清德总统所讲的 中华民国是中华民国互不隶属 我的理解认知也是在这个基础上 我觉得没错 但是其实台湾就有很多反对的声音 在野党或是国民党就觉得说 这样子是违宪的 那也一直牵扯到连路委会去 到底国与国 区与区 两岸或两岸就一直在争吵 那这个问题董事长 您的看法要是什么 我王英支持这个赖清德 国一国互不隶属 你说国际法保护 所以说 马英就说 你不可以谈两国谈两岸 傅坤姐说 你不可以谈两国 我就要把这个国际问题 变成国内化 对不对 两岸等于说 我好像这边都是 都一国的嘛 董事长您讲的是实际状况跟战略 还有我们的需求嘛 对 但马英就请中文他的意思是说 宪法就写在这里啊 台湾地区大陆地区 所以他不可能是两国啊 他只能是两国啊 国民党已经定的 对不对 国民党定宪法的时候 是说我要反过大陆 所以你不可以独立 你独立的时候 我反过大陆变侵略嘛 所以你不可以讲独立 我反过大陆 可是你现在明明不反过大陆了 你咬住以前国民党定的宪法 套自己 对不对 所以以前说这个反越台湾 是因为你要反攻嘛 你现在不反攻 人家要攻击你 你这时候还咬住这个宪法 真可恶 真可恶 那你觉得该不该修宪呢 把这个台湾巾 当然要修宪嘛 可是修宪 来 一修宪 我唱话 一修宪打 对 你敢修宪我就打 对 不会 要打他老老打了 对不对 现在是说你越国际化 越说国业国富不利数 他越难打你 所以还不准你讲嘛 他为什么每天不准你讲 威胁你 就因为他怕你这样做 对不对 他不怕你这样做 他鼓励你这样做 他怕你 我们越讲国与国 国际上大陆打台湾 越失处无名就对了 对 当然 越受国际化保护 他越怕 所以每天恐吓你 不可以这样讲 不可以这样讲 在我的讲说 一个人满了十八岁 成年了 如果有人跟他讲说 你不可以说你成年 你成年你就是导弹 我打你 那这什么意思 他不让你成年 就是说他 不让你有完全 这个行为能力 拿铁链把你 锁在家里就对了 锁二十年不能出门 锁在家里不能出门 他要江湖来控制你的财产 你如果是有 成年的完全行为能力 财产时你可以自己控制了 可是你没有成年能力 没有行为能力 他可以控制 他要控制你财产 所以今天中共 为什么不让你讲主意 他要控制你 这就要突破你的 那刚刚董事长 提到修宪 就是如果把 至少就是把这个问题 两岸的问题 台风筋 或是大陆的领土 到底还算不算 可是修宪需要85席的立委 现在看起来 我们讲这样 其实当这个修宪现在说 就中共一直恐吓 不只恐吓台湾 恐惧国际社会 知识修宪要我就打 好吧 大家就算了 大家说这个 就好像说现在有个 你看这个斗牛 逗你会看红的颜色 就冲过来 那如果是 所以看到红色冲过来 不理性 那美国日本人说 算了 你就不要穿红衣服好了 你就这样 反正 不要刺激他 我们实质承认 你就是个国家 这个国家上 承认有两种 一种正式承认 一种非正式承认 就实质承认 那菲律宾总统打电话 恭贺赖金龙当选 就实质承认你是独立国家 那你也不用去 穿了红布去逗他 对 可是你不能讲 你自己是不独立的 这个就不能讲 你觉得现在目前台美的关系 美国是实质承认 中华美国的是不是 实质什么 承认中华美国是实质独立的 当然嘛 为什么美国去年终于要通过说 2758号决议不包括台湾 就帮你讲话 所以你中共说拥有台湾主权 是我们不承认的 欧盟 欧盟不是最近不开这个 两个重要安全会议 通过两个重要决议 一个就是说 他们认为 台湾跟中国富不隶属 对 台湾只能由台湾自己民选的 政府来代表 不是中国可以代表 都在支持你 对 这个 今天是 播出的时间是不是 不 今天几号 今天是2号 但我们播出时间是4号 8月4号 对 那变成上个月了 上个月这个 18号 日本 这个海上保安厅 跟我们海旋署 共同在 共同演练 这是从台湾跟日本 1972年断交以后 多年来 头一次 第一次 让日本挺你 美国 日本 欧洲都挺你 你自己怕什么 怎么这么没胆啊 对不对 如果中共有能力打你 他脑子都打过来了 他不敢打 因为国际支持你 连这两个都想不通 这有些脑袋 因为我就是被统战了 被统战了 就是说你搞台独 所以就一起战争 这就是统战了 我没有搞 我本来就独立 我没有搞啊 对不对 我在18岁以后 我就成年 我没有搞成年 我就成年啊 所以他们是希望台湾都承认 就是是中国的一部分 所以就下课了 这一页结束了 对 全聚中 中国一会儿 你要接受中国统治嘛 那你 如果你承认中国的部分 你为什么不 你为什么还在这里混啊 对不对 他就是要等中国来统治啊 对啊 台湾确实 董事长 台湾确实有人是希望 中国来统治很好啊 他就是中国 你看高铁开多快 2035到台湾 对 大商南 东车到台湾 就在那 2035年 希望大国来统治 最黄金时代已经过了 因为过去美中的蜜月期 美国联合作对抗苏联 美中蜜月期 需要 蜜月期的时候 你不要讲话 可是 在美中蜜月期的时候 美国没有放弃台湾 美国定了台湾关系法 保护你 对 这个观点 你台湾一紧张 他军舰就来了 到现在是这样子 美国从来没有放弃台湾 所以台湾今天 因为美国不放弃 中共不敢打你 就这样 要打得早了就打了嘛 对不对 美国国家不敢打 不敢打的话 他要你自己先放弃 所以你也觉得其实 不用太担心攻台的问题 可是你自己不要内乱 你自己不要给他找借口 甚至你不要在 在台湾散布以美论 甚至反美论 所以说 我跟余茂森 谈过好几次 我说 台湾有说倚美 他说倚美 很蠢的 说美国靠不住 美国当然靠不住 现在是美国问你 台湾你自己靠不住 如果你跟美国 结成盟友 他已经从1950年 做你盟友做了74年 你说他靠不住 他反过来问你说 你靠不住 你要想投共 你要想被统一 我没办法帮你 对不对 现在是美国问你 台湾你靠不住 靠不住